我们今天开始 然后我把Vstudio打开 OK 然后我再开一个命令行的工具 好的 我们昨天呢 把整个的Webpack讲了 也就是说 我们说前端的开发方式 从我们介绍完Webpack 以及所有的脚手架以后 我们未来所写代码的时候 全部都会用脚手架的这种模式 然后去做 然后不会再使用原来HTML的那种 就是我们叫做 也不能叫原始的模式吧 我们叫做就是直接使用HTML模式 和使用更高级的这种Webpack 这种打包的模式 这种会产生区别 那么这种区别呢 未来甚至来讲会深刻的影响 整个前端这个行业 当然我现在在观察 我其实并不认为所有的同学 或者所有的前端都会认同这件事情 说我们要变成这种状态 但是作为一个 如果你打算在前端这行长时期做的同学 就是两样的你都要会 因为其实看这个问题有两个维度 一个维度是说你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 那么对于普通的程序员来讲 那么事实上来讲 当有一种新的方式出现了 并且这种新的方式 很可能变得越来越流行的时候 那么你应该会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么别人会 那么你的竞争优势就没了 因为学习 学习一定是 用处是什么 我们有时有人说读书无用 但是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可笑 到现在还要抢读书无用的人 然后呢第二类人呢 就是讲我什么都要学一点 那么其实来讲知识是干什么用的 或者技能 我们不讲知识 知识可能是说更深层次的一个东西 我们说的是技能 技能是一个通过一个比较短的时间 就能获得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通过10个小时到20个小时的学习 我就能获得一项技能 我能get到一项技能 那么可能知识是什么呢 知识是所有 呃 知识第一个是技能的底层的一个逻辑 那么但是知识无法直接应用 你正常来讲一定是获得一个技能 那么我们大部分人学习80%到90人学习的是技能 而且技能对你是最有用的 比如说新出了一个呃 react的这个框架 这就是个技能 我学会这个东西以后 我能迅速的把它应用到工作中去 这个叫技能 我们首先知识和技能要分开一点啊 呃 作为技能来讲 我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呃 你们要尽量的只要有新的方式就要去学习 因为技能是帮你去获得竞争优势的 这句话我再说一遍 就是技能是帮你获得竞争优势 原来有一个叫异步压身 其实大概的那个这个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当你能够比别的程序员汇的更多的时候 那么你同样的薪水公司会更愿意要你 那么或者说公司愿意付给你更高的薪水 来让你干这个事情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是我们对于技能的话呢 我们学习技能的目的一定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 呃 当然来讲 你获得技能以后也会帮你去 平复很多的偏见 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可能不知道 呃 或者说你一直认为是这样 当你获得这个技能的时候 那么你的思路 你的想法会变得不一样 呃 原先也有一些 我不知道有有没有人做做这个抖音 或者做什么东西 这个多说一点 就是呃 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是作为一个自媒体 或者说有有有这种经验 你会发生 或者甚至你在群里面说的时候 呃 你经常会发现有人就会出来怼你 呃 这个经常 我我相信爱说话 或者爱在一个大的地方表达的人 经常会这样 呃 而且呢 你其实会发现 有时你也会变成那个 怼着的那个角色 呃 你你你发生的时候会被人怼 你你你那什么的时候也会 也会怼人 这个 这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其实来讲 我们不讲有些人就是 就是攻击性人格啊 我们不讲这个东西 后面的话 其实来讲 有的时候就是拥有偏见 就是他的认 认知跟你是不一样的 当然也可能是你有偏见 这都有可能 所以那么最后来讲 能够证明你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是来讲 是你能够利用别人的偏见 狙击这个偏见 来获得竞争优势 这句话再翻回来 比如你看到一件事情 你说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 有人出来跳出来怼 你说啊 这个事情不是这样 那么说明你跳出来讲这件事情 本身就幼稚了 那么事实上来讲 你应该如果这件事情 他不能帮你获得竞争优势 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 这个事情 如果不能帮你获得竞争优势的话 那么你自己来考虑 你还要不要 在这个事情上再深耕 如果他能够帮你获得竞争优势的话 你没必要把它讲出来 你就直接把这件事情做 做完了以后 获得竞争优势的结果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会了一个 比如说大家说 这个react不需要学 或者说某个技术不需要学 OK 你就学它 学完了以后 你比他获得了更好的 晋升的机会 或者跳槽 拿到了更好的薪水 或者怎么样 这就叫竞争优势 那么这个其实是 我想给大家的一个点 第二点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你从公司的角度上来说 公司来讲 它通常来讲 会有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 第一 它会去观望 同时会有小阶段的尝试 而且一旦这个东西流行了以后 它会趋向于使用这样的技术 为什么 因为使用这样的技术的时候 因为市场上这样的人才多 那么做同样的事情 它可以用更低的成本 把这个成本做掉 那么所以 所以当一个技术的趋势出现的时候 你要观察 你要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从你自己的角度 就是获得竞争优势的这个角度 就是我学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能不能比我 坐在我边那个程序员 挣更多的工资 拿更多的奖金 或者说跳出去以后 比他拿一份更好的薪水 那么如果从公司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这是如果你在管理层的话 那你要考虑说 我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用这个技术 是不是可以给我的公司 获得 这是 更低的成本 或者我能做 原来做不了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 对一个技术的角度 我们应该去 作为技术人员 我们应该去观察的 那么现在 无论是react和view.js 我最近开的这两个课 事实上来讲 它已经开始在趋势上 就是已经快变成 一个大概率事件了 那么当变成 大概率事件的时候 那么还有这种 GV by Pack的 这种前端的开发模式 未来可能会成为 主流的开发模式 现在它 虽然这种模式 已经欣欣向荣 但事实上来讲 如果你真的按一个比例 去看的话 它还没有超过半数 就是你会知道 大量的前端 还是使用这种原始 也不能叫原始 叫原生的这种方法 那么对我们来讲 学习者来讲 那么你要怎么做 就是原生的方式 你也要会 所以你看 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我也告诉你 Web Pack你要怎么用 没有Web Pack的时候 光引一个js html css javascript 写的一个页面里怎么用 你都要会 因为 你不知道 你去哪个公司 你不知道 你去哪个公司 它到底在一个 什么样的水平 所以你要把自己 变得 什么都会 理解吧 而且其实来讲 你当你学完一个的时候 其实另外一个 学起来 没有那么难 OK 多说了一点 多唠叨了一点 OK 然后 我们来看 今天的这个内容 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你会在几乎所有的 写界面 写页面的 这个 无论前端后端 都会涉及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路由 好 我们来 开始今天路由的 这个 课程 啊 这个还是自我介绍啊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呃 路由的话呢 首先 我们会说到 呃 还 你只要说到路由 你还要说SPA 这个事情 SPA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说过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呃 那么当 你看到 react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呃 呃 其实它的概念 因为整个react 它的整个过程是 要 避免刷新 因为刷新 其实来讲呢 对于用户体验是很差的 那同时来讲呢 其实程序员 前端程序员 也不愿意写刷新的 这个事 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们真的写过 一系列的注册页面 就是每个页面 跳下一步的时候 都是刷新的时候 而且还有上一步 存在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代码 写起来非常的复杂 因为任何一个时间点 它都有可能向前跳 或者向后跳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把 比如是上面第一页 告诉你输入一个用户名 写一个密码 第二页 收集你的生日 然后乱七八糟 第三页 有个security question 乱七八糟的 第四页 你可能写着 写着到第三页 然后又退回到第二页 到第二页的时候 退回第一页 首先第一个 从用户的体验的角度上来讲 你要模拟出来 它是一个完整的application 所以一个用户 从第一页跳到第二页 再到第三页 再回到第二页的时候 第二页上 他刚才在上次来第二页的时候 所填进的信息 这一次必须出手画进去 所以你就必须把所有的信息 全部都搁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里面 当然来讲 你可以搁在session里面 那一超时 他就全丢了 那你要希望用户说 在超时的时候 即使下次再来的时候 如果用相同的用户名 去登录的时候 他可以继续这个注册的过程 那么当你想往里 加的东西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刷新方式 其实既不符合用户的用户体验 也不符合程序员开发的用户体验 就是程序员在上面开发的时候 也非常痛苦 你不得不在 就是整个在刷新的这个过程中 然后去模拟出很多东西来 那么为什么浏览器 会被设计成这个样子呢 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其实来讲 主要是因为浏览器 在早期压根不是给 现在这个方式用的 因为早期的时候浏览器浏览的是文档 你现在很难想象说 从一个word的文档里 跳到另外一个word的文档里面 然后一个word的文档里面 有一个input box 有一个button 然后点完了以后 还有什么动静在里面 这件事情是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在网页的年代 在早期网页的时候 它当时设计出来的时候 就是为类似于word 或者类似于pdf这种方式 那么当它进步到 就是给了它更多的 让它承载更多的应用 就是把它当一个application用的时候 它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 所以其实spa在这里面 就提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在我不刷新的情况下 完全基于dome 完全基于java script和阿甲克斯 然后我来实现一个application 那么在实现这个网页的时候 事实上从传统的角度上来看 你看到它只有一个道路 不是有多个道路 就是一个网页一直存在 然后它通过这种阿甲克斯 只是给你看的时候 它中间有一个切换转场的过程 但事实上来讲 从浏览器的角度上来讲 它就是一个页 所以它不存在说 一个浏览器刷新以后 原来的道路被摧毁了 这是当年谷歌 想把浏览器做成一个 platform的时候 它所提出来的一个东西 就是spa 所以spa的这个思想 其实非常深远的影响了 现在整个前端的开发模式 你可以看到 其实ae的没落和spa的 这种chrome的这种兴起 其实来讲就是因为 大家逐步的开始 接受这种思路 那么作为这种思路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理解 它为什么这么做 以及它这么做完以后的一些后果 那么路由其实来讲 就是在这里边 当你只有一个dome的时候 你会发现路由 其实是浏览器里面切换不同组件 我们原先认为路由是一个URL 对应一次刷新 对应一次http请求 然后拉一个response回来 然后把dome重建起来 这是我们原来认为的整个的路由的概念 就路由最早 后面的时候是一个htt服务器的时候 文件结构就是URL 然后当然后来我们出现了 说我们要把真实的文件结构隐藏起来 但是我们还要让用户觉得路由结构是OK的 那么后端的路由就出现了 但是现在前端的路由也出现了 那么前端路由就在一个dome里边来加载不同的组件 对于REAC来讲你理解到这个辩子就可以了 那么SPA来讲呢 就是说一个浏览器只有一个页面作为容器 那么应用运行过程中 没有页面的刷新这种丑陋的行为 当然这个丑陋是打引号的行为 就是打引号的丑陋 就是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 但事实上有时你会发现 不刷新也会带来问题 当然OK我们不管这个问题 那么所有的页面转场的是通过JavaScript和阿甲克斯来实现 OK 好 那么什么是路由 那么路由呢 是设定的UIL和返回页面或者视图的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路由其实前面有个UIL UIL就大家理解就是HTP冒号杠杠 然后什么什么开始一片片片这种东西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下面看到的这种样子 那么呢 它和页面或者视图的关系 如果是服务器端的路由 那就是对应完了以后 反正他给扔个页面过来 这个页面不一定是后面的一个真实的物理的一个文件 它有可能是一个只是一个服务 它是动态的给你产生一个HTML扔给你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它是一个加载的组件 它所有的东西全部加载在JavaScript里面 然后只是说到了前端以后 它在什么情况下给你把这个东西渲染出来 这就是浏览器端的路由 所以这两种路由事实上都是存在的 那么我所以就写 就是UIL对应到页面 这就是服务器端的路由 那么把UIL对应到视图 或者所谓视图在React里面 就是React Component 就是它的组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叫浏览器端的路由 OK 那么每个UIL的对应一个页面 或者是一个视图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会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就是浏览器端 你看一带警号就知道 这是一个典型的浏览器端的路由的例子 UIL里面也有 大家可以去把跟UIL里面的那个东西 对照着去看一下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一般的过程是这样 首先加载一个index.html 然后呢 根据后面的这个位置 START 根据这个路由来查看路由对应的组件 或者是模块 然后呢 最后加载对应的组件或者模块 这是整个路由相对的这个内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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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